2023年日本福岗游泳式锦赛将在7月14日正式开始,为期大概半个月时间。 中国跳水队18人出战,参加13个项目的比赛,全红禅和陈玉希、张佳琪等奥运冠军领衔。 值得一提的是,此前,跳水队还拍摄了全家福,全红禅站在C位,而她的身高成为亮点, 陈玉希成高大概在1米65左右,而全红禅的身高已经和张佳琪差不多,只差陈玉希5公分左右。 所以,现在全红禅的身高应该已经超过1米6了。 过去两年时间,全红禅长大好多,身体发育非常快,也已经是大姑娘了。 7月9日这天,距离市井赛开始还有5天,跳水队正式出发。 而人民日报体育也为跳水梦之队加油助威。 今天,中国跳水队出征世界游泳锦标赛,游泳市井赛将在7月14日至30日在日本福岗举行。 看中国跳水梦之队水花消失术,一起为中国剑儿们加油。 网友也发布了全红禅前往日本参赛的一些照片,可以看出,红姐身穿一身白色服装, 她在等待检票的时候,还坐在行李箱上听音乐。 而全红禅看起来在发呆,不知道在思考些什么。 虽然已经长成大姑娘了,全红禅依旧保持童心,她的书包上挂了不少可爱的娃娃,也非常吸睛。 全红禅酷爱这些小挂件,走到哪里都带着。 全红禅今年已经16岁,她依旧是跳水队年纪最小的运动员, 不过在过两年之后,应该会有更年轻的选手进入跳水队。 中国跳水队在2023年的比赛任务非常重,相继参加了全国跳水冠军赛,跳水世界杯和游泳试锦赛。 还有今年9月的杭州亚运会,都是至关重要的比赛。 由于跳水队的统治力太强,不出意外的话,中国队还将包揽所有项目的金牌。 最大的看点就是全红禅和陈玉希的女子十米台担任项目比赛,两人将竞争金牌,她们年龄相近。 可能未来10年,全红禅和陈玉希的对决都非常吸睛。 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后,全红禅达到巅峰,她的466.2分世界纪录无人能打破。 不过,全红禅也经历了低谷,在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战比赛前。 全红禅面对陈玉希已经遭遇六连败,在调整状态后,全红禅在上一次比赛里,击败陈玉希并且加冕双冠王。 在2022年游泳世锦赛里,陈玉希夺得单人项目金牌,这次全红禅和陈玉希谁的表现更好,也值得关注。 不管最终他们谁夺冠,都是属于中国队的荣誉,也希望大家理性看待比赛结果。 从跳水队测试赛来看,全红禅的发挥还是不太稳定,比奥运成绩低了接近70分,但她的上限更高,陈玉希取得430分以上的成绩很轻松,两人各有优势,就看谁的临场发挥更好一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